上回书说道,轩辕和长仙大红,在深山里遇见两只斑斓猛虎。 丧人想跑,跑不掉,想斗,怕斗不过,就在这儿。 猛然在老虎洞旁穿出一个又黑又丑的姑娘。 你说这姑娘胆多大呀,钻进老虎窝,抓住两个小猴子出来了。 两只大虎喂救孩子,放弃了进宫轩辕等人,回身扑向丑姑娘,结果掉下县坑。 县坑谁挖的?上文书我说了,正是丑姑娘莫母。 莫母为了杀死猛虎,替百姓出害,也是替母亲报仇,在这里观察很长很长时间,最后决定挖县坑。 这才叫挖下陷阱,擦下香儿,吊金敖。 陷阱不但抓住猛虎,又巧欲轩辕。 长青和大虎等人觉得莫母又丑又傻,可轩辕却独具慧眼。 这黑姑娘太了不起了,我们这么多人看着猛虎吓得要跑,可这姑娘,看着猛虎毫无巨色像玩游戏一样把四只虎都抓住了,救了我的性命。 这个人智商太高了,方才他说鱼,野兽童年,难道他懂得授鱼,这可是个人才。 想着说,莫莫,过来过来,我有话说。 莫莫急紧的夹着小老虎往后推。 干什么? 不要怕,我不会伤害你,我很喜欢你,过来。 莫莫一听这话,笑了,哎呀,嘴角啊,笑得像喇叭花一样,黑中泛亮的皮肤,起腱子肉啊,肩挺高耸的乳风透着健康美丽。 两只眼睛,像天上的星星那么明亮,笑得泥成一条缝儿,看去既天真,又娇媚,又倾倒又怜悯。 轩缘,顾目凝视,不错眼珠的看着他,既流露出一种父爱,又有种情爱。 这种眼神,就是丘比特的剑,设想丑女,默默,别看默默整天,可野兽打交道。 年轻女孩,情斗已开,有感情。 他慢慢的走了过来,站在轩缘进前,轩缘把他头上粘到乱草,摘下来,两手搭在肩头,低声说,你愿意跟我走吗?我会很好善待你的。 默默听这话,又惊又喜,把两个小狐子塞给了长仙,扑通,跪在轩缘眼前,把长仙吓一笑,老虎,老虎。 为什么?这玩意吓人呐,他赶紧交给大红一只,自己搂一只,还怕跑了。 再看这丑姑娘跪在轩缘眼前,你要干什么呢? 就听这丑姑娘说, 丑姑娘,我早知你名字,是受万人敬仰的轩缘。 我苏念你,喜欢你,你要不嫌我丑,我给你当奴隶,任你屈屈。 说完,掉下眼泪,长仙和大红傻了,哟,这位还粘上了,我看酋长怎么办? 轩缘笑着把他扶起来,我不让你当奴隶,叫你当我的妻子,你乐意吗? 妻子? 莫母破涕微笑, 卖意,卖意,他转身冲着大山喊, 哎,我成轩缘妻子了。 这一喊,声音在山谷回答, 山里野兽,有熟悉莫母声音的, 纷纷, 跑在半山腰,往上看, 好像为莫母祝福, 这叫傻人有傻福。 轩缘爱怜的, 把莫母额头的散发给捋了捋, 好,那你跟我走吧。 哎,走! 哎,你小点声说话行吗? 嘿嘿嘿,我每天都在山里, 和狼,狐狸,野马说话, 不喊,他们不怕我, 我海声比他们教会声还大呢, 他们害怕, 声小了, 不行, 轩缘明白了, 他整天在山里大呼小叫, 练就的大嗓门, 像大被子一样, 把嗓子也喊哑了。 怎么, 我说话不好听, 声音大, 吓着你了, 那, 那我回山里去吧, 我不跟你去, 不不不, 不大, 你就这么喊, 很好听, 真是太好听了, 嘿嘿嘿, 这就行, 婚事就这么定了, 那位说, 这要太快点了吧, 一点不快, 在四千八百年前呢, 我说的够慢的了, 那个年代, 婚姻非常简单, 联一见面, 看好了, 就算成了, 没有后来那么复杂的, 三枚六正, 要金, 要银, 哪那么多事啊, 很痛快, 常仙被默默的笑声, 震的耳朵嗡嗡的, 嘿, 酋长愣说好听, 大红说, 天哪, 酋长这要他呀, 就那模样啊, 怎么见我们的人呢, 酋长, 你把他带回去, 行吗? 宣言问, 怎么不行, 谁说不行, 为什么不行, 嘿, 酋长, 您别瞪眼睛, 您说行就行, 常仙大红, 也挺知趣, 赶紧叫过跟随来的人, 过来给宣言和默母道习, 宣言说, 那咱们就回去吧, 不过这四只虎怎么办, 常仙说好办呢, 用石头, 把他们砸死, 两个虎仔扔到山剑下, 摔死, 默母说, 不行, 大老虎咋死, 为我母亲报仇, 小虎仔, 别冒死, 嗯, 我不得养大, 留看家的, 啊, 老虎能看家呀, 虎他要伤人, 还是摔死吧, 哎, 不能摔死, 这蛋小, 不会伤人, 我叫他们学好, 他还挺任性, 学员比他大十多岁呀, 拿他当孩子哄, 哦, 不帅不帅, 留着给你做伴, 嘿嘿嘿, 这点对了, 好吧, 常仙, 把这两只大虎打死, 然后脱回轩轩丘, 扒皮做衣服, 肉分给大家尝尝, 让大家知道知道, 伤人的恶虎, 已被我的默母打死了, 这个小虎仔, 默母啊, 给你, 你说话他能听懂吗, 能, 能, 嗯, 这些野兽们他会叫, 叫, 就是说话, 他们高兴了, 会含嗷的一声, 不高兴, 嗷, 可厉害了, 我都知道, 这就好, 咱们走吧, 就这样, 把两只大老虎给打死了, 就随同找藤瓢双号拖着, 抱着胡子, 回轩渊秋, 大家一进轩渊秋, 整个部落人都出来了, 听说轩渊带人把老虎打死了, 都想看看, 过来一看, 吓得麻雅一声全跑了, 为什么, 胡子虎为还在呀, 那个年代人更害怕了, 默默乐乐, 嘿嘿, 不用吧, 是死的, 他当, 给老虎一脚, 这回大家才注意, 哟, 怎么这里多一个人呢, 是外来的, 是男的是女的, 不清楚, 是女的, 真是干嘛的, 不知道啊, 哎, 他怎么上我们这来了, 前文我讲过, 在那个年代, 都是血缘关系, 居住在一起, 排斥外来人, 梦一看, 大家的眼神不友好, 吓得, 就往轩渊身后躲, 轩渊急忙把他拉住, 别怕, 有我呢, 哎, 他们那么看我, 不要紧, 一会儿啊, 我给你介绍介绍, 他们知道你是谁, 是打虎的英雄, 他们就高兴了, 嗯, 跟我走, 去见我父母去, 嗯, 我不去, 怎么了, 嗯, 我不敢去, 不要去, 我父母同情达理, 说着, 把嬷嬷领到了少典的门外, 你先等着, 我跟我父母说一下, 嗯, 轩渊来到里边, 给少典夫妻建立一地说, 父亲母亲, 我在老虎岭上, 遇见了打虎的女子, 叫莫母, 我已经答应娶她为妻, 不过莫母的相貌平庸, 但是心地善良, 气宜不俗, 又救过我, 还望父母恩准, 其实轩渊太客气了, 用不着父母做主, 就是因为莫母长得太难看了, 所以不得不说一声, 按道理啊, 说不说都可以, 少典夫妻一想, 那儿子乐意, 有什么说的, 叫他进来吧, 哎, 莫母来到里边, 这是我的父亲, 这是母亲, 父亲, 母亲, 啊, 老两口子一看, 吓坏了, 尤其是父宝啊, 都哆嗦上了, 这, 这, 轩渊, 母亲, 他就是莫母, 你的儿媳妇, 哦, 父宝看完, 就觉得身上寒毛孔都立起来了, 连连的晃脑袋, 打心里不乐意, 说莫母那么吓人吗, 更主要的, 他是从山里来的, 在有熊部落, 也就是轩渊秋内的女人, 现在都知道收拾, 头发梳得很顺, 上衣啊, 也用这个树叶都挡着, 下边也都盖着, 这莫母这么来了, 当然少典夫妻吓一跳了, 要说不同意吧, 轩渊已经说话了, 当着众人面, 说要娶莫母, 自己不好拦挡, 儿大不由娘,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, 少点无奈, 点点头, 就这样, 悬缘领着他, 又见那三位夫人, 大夫人雷祖, 二夫人女结, 三夫人童鱼, 在那个年代, 夫人没有发言权,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, 有部落里的长老, 给轩渊和莫母举办了结婚典礼, 等到成亲那天, 老百姓议论纷纷的, 都不高兴啊, 因为那个年代, 也讲门当户队, 酋长的儿子得娶酋长的女儿, 要不然就在部落里选, 肥嘴不外流啊, 哪来这么丑丫头, 又丑, 干嘛呀, 你不知道, 就是打虎那位啊, 啊, 女人能打老虎, 那也太凶狠了, 谁跟他成亲, 要是夫妻生气, 他要犯了脾气, 还不得把丈夫当老虎打了, 不用打, 他那大嗓门, 能把人震昏了, 反正说什么都有, 哎呀, 娶他当老婆, 我们酋长是怎么想的呢, 那谁知道, 有本事你问他去, 我敢嘛, 大家议论纷纷, 轩辕心知肚明, 当时没有表露出来, 等到了晚上, 大家围着篝火庆祝的时候, 轩辕当众讲话了, 那位说了, 怎么老说篝火呀, 我不说篝火说什么呢, 现在说篝火晚会, 觉得新奇, 那个年代, 没有灯啊, 黑咕隆咚啊, 取火种都不到怎么办呢, 也只能是下点树枝, 树干, 点一堆火, 大家围着火, 跳几圈, 转几圈, 现在的篝火, 那这儿不懂, 就是点几堆火, 大家临时带喝, 在这临蹦带跳, 轩辕一看, 大家的到齐了, 站起来说, 诸位父老乡亲, 我今天娶莫母, 非常高兴, 我知道, 很多人都觉得莫母, 山里的野姑娘, 长得相貌丑陋, 但是, 在我看来, 莫母他很美, 很多人都认为, 莫母的行为粗也, 在我看来, 莫母外粗内气, 莫母心地善良, 为人热情, 使别人困苦为己任, 为了给大家铲除祸患, 莫母之身捕捉猛虎, 一个人捉四十虎, 又救了我, 这样的勇气, 这样的操德, 不值得大家赞扬啊, 这样人配不上我轩辕吗, 属于女人的道德, 莫母没有忘记, 女人的本分, 她没有丢弃, 她是我们部落最美, 最善良的女人, 是我的好妻子, 我轩辕配不上她, 经轩辕这么一说, 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, 轩辕不以相貌取人, 是以德来看人, 丑其禁地, 家中宝, 说的就是莫母, 这回大家纷纷站起来, 真心祝福, 大家乐个通宵啊, 转过前来, 一切正常, 莫母嫁得比较晚, 地位排在几位夫人的后面, 莫母自己有自知之明, 知道相貌丑陋, 干居下人, 干活任劳任怨, 平时话不多, 她知道一嗓子, 能把大伙下趴去, 大家都瞪她, 所以不说话, 光尬活, 十分勤奋, 待人节悟, 时间一长了, 大家对莫母有了新的认识, 知道她不但善良, 还勤劳, 不知疲倦, 大家背后都夸, 莫母是贤德的女人, 莫母活太重了, 除了做家务, 还按照宣言的安排, 承担秦兽训养任务, 轩原告诉她手下的死民们, 以后打猎, 多留一些活物送给莫母, 把这些秦兽啊, 圈养起来, 让莫母给训化, 所以大家经常给莫母送来一些活的秦兽, 像什么, 野鸡野鸭野天鹅, 野牛野马野骆驼, 野猪野狗野鹌鹏, 野猫野兔丹顶鹤, 你也别说, 莫母就是一个饲养专家, 那位说了, 你说这么大堆, 那这儿有吗, 有没有, 就这个意思, 莫母一个人干不过来呀, 他负责调教训化, 那你得给弄饲料, 特别是小杆的野兽, 你要一点点的喂, 那这儿人吃的都没有, 喂这些野兽, 喂什么呢, 那得走心呢, 他就在这个轩轩丘里, 挑了八个身强力壮的妇女, 年龄在二十八九岁左右, 一个个榜大妖元, 性情开朗, 干嘛, 给他当助手, 是啊, 还得给做饲料, 还得给打肉食, 另外还得和野兽培养感情, 可真不容易, 经过半年, 八九个月到一年左右, 这些禽兽摆弄得服服帖帖了, 然后又钓了很多的男子, 帮着训化, 又过了一段时间, 哎呀, 大有进步啊, 马能够拖东西了, 牛能够耕地了, 狗能够看家了, 鸡能够下蛋了, 那位说了, 你这不是废话吗, 鸡本来就能下蛋呢, 哎, 我是说呀, 不是那野鸡, 拉着蛋, 而是说, 在家养着, 为人下蛋, 还能孵化小鸡, 也就是说, 这些禽兽现在把野子全去掉了, 变成了家庭和家属, 不禁给人们带来很多的帮助, 而且还能够给人提供丰富的肉食品, 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, 人们对莫母是更加钦佩赞扬, 到现在, 大家才知道, 轩缘取莫母的选择是明智的, 那位说了, 怎么, 在莫母没来之前就没有鸡, 没有狗吗, 有, 但是, 就是自然的生死, 也可能在很遥远的部落里早就有了, 那个年代啊, 在中国大地上, 有多少部落啊, 谁也不知道, 有的地方发展快, 受外来影响, 可能鸡羊牛马早就驯化了, 给人服务了, 有的地方还不懂, 比如说, 有熊部就不行, 是莫母来了之后, 才把这些禽兽养到家里, 这就进步一大块啊, 有熊部落在轩缘带领下发展农业, 在莫母指导下发展畜牧业, 在雷祖带领下, 种丢丢养残养残, 发展丝织业, 又过了三年, 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, 可以说是国父民强, 兵强马壮, 这阵啊, 默默也有儿子了, 轩缘远给他起个名叫林, 这一天, 轩缘正逗他的小儿子林, 突然外边登登登登, 跑进个报室, 囚长, 外边有人求见, 谁啊, 大臣囚长, 淑达, 啊, 轩缘一露, 心想, 淑达怎么了, 好长时间没消息了, 我看看, 他放下孩子, 赶紧来到前边议事厅, 一看, 淑达在那等着呢, 淑达比轩缘大十五六岁, 看见了轩缘二话没说, 扑通就跪下了, 轩缘求长, 救命啊, 救命, 说完气不成声啊, 淑达哭半余地, 把轩缘和在场人全给弄懵了, 轩缘赶紧把淑达掺起来, 让他坐下, 叫手下人端过一碗水递过去, 淑达, 别哭, 有什么事, 慢慢说, 淑达喝了口水, 吻吻心神, 这才详细的给轩缘述说, 发生了事情, 淑达这次来, 又是来求救了, 谁打他了呢, 这回可太厉害了, 可不像上次了, 这回是神龙部的鱼王, 鱼啊, 是鱼术的鱼, 网呢, 是雪儿不思则网的那个网, 这个鱼王是帝号, 可不是打鱼用的那个鱼王, 这个鱼王, 原名叫参炉, 参炉怎么爬上了神龙室的宝座呢, 后文自有交代, 这个鱼王参炉, 非常霸道, 横征暴敛, 他恨死大臣了, 为什么恨呢, 因为大臣呢, 原来是他们神龙部的附属部落, 就因为腾朱进犯, 大臣向神龙求救, 神龙不发救兵, 大臣没办法, 转而求救有熊, 有熊酋长宣源, 上一出兵, 大败屠朱, 义士取媚, 解救了大臣, 大臣酋长舒达非常感激, 就归属了有熊, 等于脱离了神龙部, 鱼王直播这消息之后, 恨死舒达, 更恨轩辕啊, 好啊轩辕, 你当了舒达打仗, 舒达哎, 你竟敢脱离我神龙部, 带我把你给停了, 顾此派兵攻打大臣, 您好啊! 感谢观看